今天来做这个流体 底色是蓝色 然后掺杂一点 这个粉色和这个白色 拌出来做那效果 第一步戴上手套 第二步 盐杯必少量多次倒入颜料 并用毛笔放进杯子里 浅浅搅拌一下就可以 我们先到第一遍 把绳子过一下就好 等到我们要调出纹理的方式 第三步上颜料了 一些上颜色的小tips记一下哦 首先上颜料的时候 让小熊躺下 然后往小熊的肚子上 均匀地浇颜料 其次是手脚浇上颜料 别忘记背面也需要哦 每个部位出来的效果都不太一样 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 来调整颜色 倒完手脚的颜料之后 我们让小熊站起来 从小熊的头部从上往下浇颜料 第四步 倒完之后看看一圈 要是有些没浇到的地方 用小勺子把剩余的补一补 要是勺子没办法补到的细节 可以拿毛笔补上 看一下我的成品 没关系 在这怎么这么粉 静止一天后 我真是心灵手巧呢 这边就在哪里 这边就能够学卸锅 这边就能够学卸锅 那儿就能够学卸锅